文章来源 VOA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康姆拉·哈里斯和共和党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周二晚上的总统辩论之前从未见过面 但在11月5日全国大选前夕的一场关键辩论对决中 两人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的辩论开始前 两位候选人首先握手在舞台上的讲台后就位 然后便开始互相攻击对方 他们就美国经济 美国妇女的堕胎权 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宣布 特朗普输掉2020年大选时 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骚乱等问题 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 谈到特朗普输给总统乔 拜登的2020年大选时 哈里斯说 唐纳德 特朗普被8100万选民炒鱿鱼了 他很难接受这一点 特朗普最近曾表示 他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落败 但在周二的辩论舞台上 他表示这是一句讽刺性评论 并拒绝承认2020年大选结果的合法性 两位候选人站得相距不远 对辩论对方的看法摇头否定 哈里斯对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几乎大笑出声 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大卫 穆尔 David Muir和林希 戴维斯 Lindsay Davis 努力地试图控制这场对决的节奏 但有时却徒劳无功 数千万美国人可能正在观看这场 或许是这次总统大选中唯一的一场辩论 这场对决发生在选举日的8周前 但离美国50个州中的一些州 开始提前投票 仅剩几天 在辩论舞台上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辩论规则 与特朗普六月与拜登的辩论规则相同 当时拜登表现得很糟糕 导致他在一个月后 因在全国民调中落后于特朗普 而结束了连任竞选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对方发言时 麦克风被静音 他们不允许互相提问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互相打断对方 辩论现场没有观众 这是哈里斯的第一次总统辩论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是他自2016年以来 三个总统选举周期中的第七次辩论 全国民调显示 选情竞争非常激烈 这增加了辩论的重要性 也使得两位候选人都必须尽最大努力 来影响少数尚未决定要投哪位候选人的选民 这场选举攸关着 是特朗普在2020年输给拜登的连任后重返白宫 还是哈里斯作为拜登的副手能否在上一层楼 当拜登放弃连任竞选 并支持哈里斯为继任者时 民主党人团结起来 支持哈里斯的候选人资格 虽然拜登在结束竞选时 落后于特朗普 但哈里斯在多次全国民调中 领先特朗普2到3个百分点 但周日公布的纽约时报 西安大学院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 以48%至47领先 尽管该报称 哈里斯在三个关键战场州的多次民调中 平均略微领先 这三个州是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和宾西法尼亚州 这两位候选人在另外四个关键州 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打成平手 这七个竞争激烈的州 预计将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 发挥巨大作用 因为美国不以全国普选来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相反 选举是50个州逐个进行的竞选 除两个州外 所有州的获胜者选举人 都将在选举团中 将所有选票投给哈里斯 和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 或者特朗普和他的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 JD万斯 每个州的选举团票数基于人口 因此人口最多的州 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时代 西安纳民意调查显示 哈里斯在向美国公众介绍自己的辩论中 面临的风险特别高 28%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需要更多的了解他 而只有9%的人 对特朗普表示同样的看法 78岁的特朗普 在竞选过程中 有时似乎还挺想 与81岁的拜登的竞争 他尚未对59岁的哈里斯 展开持续的攻击 尽管在辩论之夜 他对ABC主播提出的每个问题 都对哈里斯进行了攻击 如果哈里斯当选 他将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总统的女性 和第一位南亚裔人 也是基巴拉克 奥巴马之后第二位黑人总统 恭喜莫影态 莫影词 而将其一个人 今晚一些 пад迟偷运 决和还是侠的 谁会冲击 海外 频道 虾